而侯友宜的担任刑警期间 在人权斗士郑南荣事件的拘捕角色 遭郑南荣的遗孀夜居然批评 侯友宜真的问心无愧吗 对此侯友宜表示 相信民众自有一定的公平 但今天下午郑南荣的女儿郑竹梅再开记者会 要求侯友宜拿出勇气 不要闪躲模糊事件焦点 侯友宜则回应 谢谢大家关心 每个人的观点都给予尊重 今天我在这边鼓起勇气 开这个记者会 也是我对于我父亲的一个奖带 奖带一半余待哽咽 郑南荣女儿郑竹梅 大动作由立委 以及林家隆进办 陪同开记者会 要求郑南荣事件当时 身为中山分局刑事组长的侯友宜说明 为何选择最强烈的带队拘捕 在警政署拘提郑南荣的计划里面 其实是有三个方案的 有最平和的方式 等待郑南荣自己出来 也有最激烈的方式 不过会跳出来 和侯友宜作对厮杀 请一是前一天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家隆 受邀在郑南荣75周年名诞参观纪念馆 林家隆怒批侯友宜问心有愧 侯友宜办公室回击 这是政治操作 让郑南荣家属不能接受 林家隆市长来郑南荣接近会参观 是由我们的董事所邀请的 他们所说的建立在家属 个人的伤痛之上 正是这样的回应 才是造成家属的伤痛 谢谢大家关心 每一个人有他的观点 我们都给予尊重 简短一句尊重 侯友宜不愿多谈 那如果时空背景换到现在 侯市长怎么看 我想很多的制度 我相信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的制度 我们都是依法 好不好 依法行政没有问题 只是方式会略有不同 市长同意吗 依法行政本来就是 公务人员应有的态度 郑南荣事件过了三十多年 随着陆续公开的政治档案 侯友宜再成焦点 记者分享黄成波 新北常常报导